天地神兽金刚 天神金刚静如风 敌手金刚向前冲 天神敌手同时先 不变的承诺 天之心这地之守护 就是我们神兽金刚 万事的期望 刚过的是 全力的瓶泊 涌解全身的鲜血 失败所有的黑暗 天神敌手伸手金刚 金火灵战斗 迎天府战斗 横放晚战斗 绿旋舞战斗 圣诗王战斗 神州熊战斗 雪凌羊战斗 福伯牛战斗 十足全力的拼搏 拥挤全身的鲜血 失败所有的黑暗 天神敌手伸手金刚 天神金刚 金如风 低手金刚 向前冲 天神金刚 金如风 低手金刚 向前冲 行为地球 就是我们 行为地球 保护天神基地 两大金刚 与吃油机械兽 进行殊死搏斗 无奈 尸油力量强大 两大金刚 在战斗中 处于下风 这时 商誉不久的 叶辉 也驾驶 猛马像金刚 前来支援 与天神金刚 地兽金刚 一同对抗 吃油机械兽 很好 都到齐了 那就一次解决你了吧 重铐 重铐 最高 与 视频 叶辉 哈哈哈哈 你们以为真的能够打败我吗 到头来还不是自找苦吃 你 你为虎作称 多说无意 先把你解决了 且慢 哪又来个碍事的家伙 阿弥陀佛 你是 你是皇帝的皇族后代 持有好眼力 认得出我的玉环 当然 老和尚 见到你 更坚定了我杀他们的决心 以此祭奠我受过的耻辱 等等 休想伤害我们的伙伴 要伤害姆马像金刚 先过我们这关 你们躲开啊 危险 好一副轻身义重的样子 我看你们有什么能耐 天神金刚 我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逞英雄 大家一起使点劲 对 我们不能输给持有机械兽 看看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为了我而受伤啊 叶辉 吃油都过了几千年了 你还放不下仇恨 你还放不下仇恨 叶辉 哈哈哈哈 仇恨 能处皇帝灭我九黎祖室 就该想想今日的下场 我也要灭掉他的子孙 远远相报何时了 况且皇帝早不在这人世间 何苦去为难这些孩子 哈哈 能亲自首任皇帝的后代 是我复活的最大动力 叶辉 你欺人太甚了 太不尊重生命了 生命 胜者为王 败者为后 战争牺牲的就是生命 当年皇帝侥幸赢了我 今天 我要为我千千万万族人报仇 如果你的族人后代还在 你能因此放下所有的仇恨吗 老和尚 你既然是皇帝的后代 我们就势不两命 你觉得我会信你的话吗 这是事实 蒙马像金刚里面的叶辉 就是你的皇族后代 圣桑 你说什么 赤油是我的祖先 是的 当初就是想避免你们同源残杀 才不让你出战的 哈哈哈哈 笑话 这种谎话你也编得出来 唉 出家人不打妄语 而是把你的族人全放了 他们也都迁徙到各地 一直繁衍到现在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这是 赤油 无论是现在 还是你战败后的远古时代 地球的人们依然尊重你的皇帝身份 这也就是叶辉 为什么能跟我一起进入帝皇身份 才能进出的摇驰废拳 放下屠刀吧 别跟外星黑暗势力合作 而毁了这个美丽的星球 外星黑暗势力 周明帝本来是来自外星球的黑暗势力 他们一直觊觎着地球 而天神金刚 地兽金刚 一直不屑地和他们对抗 难道 被周明帝欺骗了 周明帝之所以大费周章找到你的元神 就是希望在地球上 找到能对付天神地兽金刚的力量 难怪周明帝恢复我真身的条件 就是消灭天神金刚和地兽金刚 周明帝就是要利用你和皇帝几千年的仇恨 让我们自相残杀 周明帝这招借刀杀人真狠 据我们的调查 周明帝在默默地对地球实施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 你作为远古的皇族 难道也想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被周明帝伤害吗 周明帝竟敢利用我 怎么了 持友 怎么停止进攻了呢 周明帝 给我滚出来 周明帝 给我滚出来 周明帝 给我滚出来 周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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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量身定做的 周明丽 做了任何 坏事都要付出代价 我做事从来不计较代价 我命令你现在 马上杀死天神地獸金刚 我不会再帮你 这恶贼做坏事 有点解除我的控制 听人说梦话 好好守着你仇人的后代吧 算我帮你实现最后的心愿 周明丽 快放了我 快作呆 怎么办 是又控制不住身体 大家小心 天神战队 周明丽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你怪错人了吧 动手的可是赤友啊 周明丽 你还敢狡辩 好 我也懒得和你们废话 受死吧 你受金刚 小心 周明丽 你好狠哪 战神啊 你怎么大方慈悲啊 我只不过把你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而已啊 你 任务前说 你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快快坐着 看好戏吧 神兽金刚小百科 九黎族 九黎族 是居住在南方民族的一个总称 是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时代的民族集团 九黎有九个部落 每个部落有九个士族 以赤友为首 共八十一个兄弟 都是酋长 赤友是大酋长 他们信奉乌教 杂败鬼神 并编有刑法 后来赤友与皇帝在捉戮大战 以赤友失败告终 九黎经过长期斗争 一部分留在北方 建立了黎国 后来灭于周朝 一部分参加了黄岩部落联盟 逐渐融合于华夏族 另一部分退回到南方江汉流域 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 周明帝见圣券在握 于是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 知道真相的持有后悔莫及 受伤的超人 眼睁睁看着周明帝的奸计得逞 却无能为力 难道地球真的就要毁灭在周明帝手中 请收看下集 无计可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